魔道祖师 作者 莫香同秀 第十一章 绝有二 蓝望鸡目不斜视道 无视 魏无羡道 咱们也算熟人了吧 你这么冷淡都不看我一眼 你的腿真的没事 蓝望鸡却道 哼 不熟 魏无羡转了个身 倒退着走 坚持和蓝望鸡并肩而行 非要让他看着自己的脸道 有事不要逞强啊 腿伤了还是折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他正准备说 要不要我背你 忽然一阵相风扑鼻 魏无羡回头望向侧前方 灯使眼前一亮 见他忽然闭嘴 蓝望鸡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只见三五个少女走在一起 中间那名少女身穿着飞色的外衫 照一层薄纱衣 威风吹拂 纱衣飘液 身姿背影是格外的好看 魏无羡看的就是这个背影 一名少女笑道 绵绵 你这个香囊真是好东西 配上了之后啊 蚊虫果然就不来了 气味也好闻 闻一闻 好像人格外的清醒 被称作绵绵的那名少女 说话声音果然是软绵绵甜糯糯的 这香囊里面是些切碎了的药材 用途挺多的 我这还有几个 你们谁要啊 魏无羡一阵歪风似的飘了过去 绵绵 你也给我留一个 那少女吃了一惊 没想到忽然飘来一个陌生少年的声音 回头给了身后一张秀丽的脸皱眉道 你是谁啊 为什么也叫我绵绵 魏无羡笑道 我听他们都叫你绵绵 以为这就是你的名字啊 怎么 不是啊 江城见他又发作 翻了个大白眼 蓝望鸡 冷然旁观 绵绵则是仗红了脸道 不许你这样叫我 为什么不许啊 那这样好了 你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就不叫你绵绵了 如何 绵绵道 为什么你问我我就要告诉你啊 问别人的名字之前 自己倒不先报上名字 魏无羡道 我的名字啊 好说 你记住了 我叫做远道 绵绵勿自把远道这个名字悄悄念了两遍 记不起是哪家的世家公子 又叫这个名字 可是看魏无羡的仪表气度 又不像是极极无名之辈 看着魏无羡嘴边颇为细虐的笑容 心中不解 忽然 一旁传来蓝望鸡冷冷的低语 哼 玩弄字眼 绵绵猛然的反应过来 这是取绵绵思远道之意戏弄于他 狠得跺脚道 谁死你了 你不要脸 几名少女笑作一团纷纷纷道 魏无羡 你真的好不要脸呢 我告诉你啊 他叫 走走走 不许你们跟他说 绵绵拉着他们就走 魏无羡在后面喊道 走可以 给我留个香囊嘛 喂 不理我 不给啊 不给我找别人问名字咯 总会有人告诉我的 话还没喊完 从前方扔来了一只香囊 不偏不已砸在他的胸口 魏无羡 哎呦地做心痛状 香囊的袋子绕在他的手指上转得飞起 回到了蓝望鸡身边 游在边转边笑 见蓝望鸡脸色越发地冷沉 问道 怎么了 又这样看着我 哎 对了 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 继续说啊 哦 我背你怎么样啊 蓝望鸡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对谁都是一派轻浮浪子的行径吗 魏无羡想了想道 嗯 好像是 蓝望鸡垂眸 半想才道了一声 轻狂 这两个字仿佛是咬着牙才说出来的 带了些莫名的痛恨 连怒事也不屑再给他分一个 蓝望鸡勉强提速朝前走去 看他又在逞强 魏无羡忙道 好嘛 你不要走这么快嘛 我走就是了 三步并坐两步追上了江城 谁知江城也不给他好脸色 狠狠地道 你好无聊啊 魏无羡道 哎 你又不是蓝湛 怎么学他跟我说无聊啊 他今天的脸色比以往还要臭 那条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江城美好气地道 你还有闲心思理会他 理你自己吧 唉 也不知道温朝这个蠢货 把我们赶到沐西山来找什么洞口 又要搞什么鬼 可别像上次杀树央时那样 让我们围上去做肉盾 一旁的一名门声低声道 蓝望鸡的脸色自然是不会好看的 上个月云深不知处被烧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烧了 魏无羡闻言一惊 江城这几日听多了这种事 倒也没他那么惊讶到 对啊 温家人烧的 那名门声道 可以这么说的 也可以说 是蓝家人自己烧的 哎 温家的长子温旭 去了一趟姑苏 不知给蓝家家主定了个什么罪名 逼着姑苏蓝氏的人 自己动手烧了肩腑 还美其名曰说什么 清理门户 焕然重申 这大半个云深不知处和山林 全都被烧了 这百年的仙境就这么被毁了 蓝家的家主受了重伤 生死未知啊 魏无羡道 那蓝湛的腿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 温旭最先命令他们烧的就是藏书阁 放言谁不肯烧 就要谁的好看 蓝旭拒绝 就被温家的手下围攻了 断了一条腿 你看 还没养好呢 如今又被拖出来 不知道要折腾些什么 魏无羡仔细想了想 这几日 除了被温朝责骂 蓝旭确实是很少走动 要么是站着 要么是坐着 一句话也不说 他这个人 极重仪态的端方 自然不会让人看出腿上有伤 江城见他似乎又想往蓝望鸡那边走 扯住他道 你怎么回事 还敢去惹他 你不知死活 魏无羡道 我要是不去惹他 你看他那条腿 这几天奔波折腾 伤势肯定恶化了 实在藏不住才被人看出来 他要是再这样下去 那条腿多半要废了 不管 我去背他 江城再次扯得他更紧了 你跟他又不熟 没见他那么讨厌你吗 你去背他 只怕他不想再靠近你半步 魏无羡道 他讨厌我没关系 我又不讨厌他 我抓了他就背起来 他还能在我背上掐死我不成 江城警告道 咱们自己都顾不上了 哪还有空去管别人的闲事 魏无羡道 第一 这事不闲 第二 这些事总要有人管 正在两人低声争执之际 一名温室的家仆呵斥道 不要交头剑耳 当心点 家仆之后 走来了一名娇美的少女 此女名王灵娇 乃是温朝的随侍之一 具体如何随侍呢 人尽皆知 她本是温朝正氏夫人的一名使女 因为颇有几分姿色 与主人眉来眼去 便混上了床 这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如今的仙门世家之中 竟也多出了个不大不小的 尹川王室 她伶俐低微 不能配上等的仙剑 手里头便拿着一支细长的铁烙 这种铁烙 温氏家仆人手一支 无需放进火里烤 贴在人身上 便能烫出一个疼的人死去活来的烙印 王灵娇将铁烙持在手中 威风凛凛的赤道 温小公子让你们好好找洞口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 如今这个世道 竟连一个爬床的使女 都能在他们面前得意忘形 不可一世 两人满心是哭笑不得 正在死时 一旁有人喊道 找到了 王灵娇当时没空理他们了 奔了过去 一看欢声叫道 温公子找到了 入口在这 那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洞 藏在一棵三人核爆的老榕树脚下 先前他们一直找不到 一是因为这个洞口很小 不到半张的剑方 二 是粗大纠结的树根 腾支起了一张尖石的网 挡住了洞口 其上还有一层枯枝落叶 泥石细沙 因此隐蔽的飞场 扒开洞口上的枝叶和泥土 斩断树根 一个黑油油阴森森的洞穴 便暴露了出来 洞口往地洞深处 一股令人寒湛的冷气 袭面而来 头一颗石子进去 如石沉大海不见生息 温潮大喜 肯定就是这儿 快 都下去 金子轩实在忍不住了 冷冷的道 你把我们带到这里 说是来叶列妖兽 那么 请问究竟是什么药兽 请提前告知我们 也好合力应付 才不会像上次那样手忙脚乱 告知你们 温潮道 他指起身来 先指着金子轩 再指了指他自己 你们还要我说多少遍才找记性 不要搞错了 你们 不过是我手下的修士 我才是发号施令的人 我不需要别人来建议我什么 指挥作战 调兵潜将的人 只有我 能降服药兽的人 也只有我 他的只有我三个自咬 自格外重 语气高昂 狂妄自大 听着是又可憎又滑稽 王灵娇赤道 没听见温公子说什么吧 还不快下去 金子轩站在最前面 强忍怒火 一掀一摆 抓了一根尤为粗壮的树藤 毫不犹豫的一跳 跳进了深不见底的地洞 魏无羡这次倒能体会他的心情 无论这洞里有什么妖魔鬼怪 面对他们都绝对比面对温潮这等人要舒服 再继续让这对狗男女 多残害自己的眼睛一刻 恐怕真的就是忍不住 要与他们同归于尽了 其余的人跟在他之后 依次地进了地洞 这些个被强行召集的世家子弟 被搅了剑 只能慢慢的往下爬 树藤贴着土壁生长 粗如柚子手腕很是结实 魏无羡一边攀着他缓缓的下降 一边暗暗计算下地多深 划了约摸三十兆 脚底这才碰到了地面 温潮在上面喊了几声 确定地下安全 这才踏了他的剑 搂着亡灵娇的腰 悠悠的遇见下来 片刻之后 他手下的温室门声和家仆 也纷纷地落地 江城低声道 难原这次他们要猎的 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地方不知道 还有没有变得出口 万一妖兽或者丽莎 在洞中暴起 这树藤这么长 说不定还会断 到时候逃命都难 其他的几个人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不由自主地仰头 看着头顶那个变得很小的白色洞口 温潮跃下了剑道 都停在这干什么 该做什么还要我教吗 走 一群人被驱赶着朝地洞深处走去 因为要让他们在前方探路 温潮吩咐家仆 给了他们些许火把 地洞穹顶高阔 火把照不到底 魏无羡留声着回鹰 觉得越是深入 回鹰也越是空旷 怕是距离地面 已有百余杖之深了 开道的一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 举着火把 不知走了多久 终于来到了一片深潭之前 这片潭如果放在地面上 那也是一片宽广的大湖了 潭水幽黑 水中还凸起了大大小小 许多的石岛 而再往前看 已是无路可走 可鹿已到尽头 一列的对象却依旧没有出现 连他是什么都不知道 众人的心头都是疑云重重 又是提心吊胆 整个人都精神紧绷 没见到他预期的妖兽 温潮也有些急躁 他骂了两句 突然灵机一动到 找个人吊起来 放点血 把那东西引出来 妖兽 大多嗜血如狂 一定会被大量的血气 和吊在半空中动弹不得的活人 给吸引出来 王灵娇应了一声 立刻指向了一名少女 吩咐道 叫他吧 而那名少女 正是刚才路上送人香囊的绵绵 他忽然被点到 整个人都懵了 王灵娇的这一点 看似随意 实则是酝酿已久 这些世家送过来的人 大多是少年 因此 对数量鲜少的几个少女 温潮总是忍不住多留意一些 尤其是这个绵绵 相貌不错 还被温潮有手有脚的 占了几次便宜 而绵绵只能忍气吞声 可王灵娇 却早已看在眼里 恨在心中 绵绵一反应过来 真的是在指他 这满面的惊恐 连连退后 温潮见王灵娇 点的是这名少女 想起自己 还没机会搞上手 有点可惜道 点这个 换一个人吧 王灵娇委屈道 为什么要换 我就点这个 你舍不得啊 他一撒娇 那温潮便心花怒放 身子酥了半截 再看看绵绵穿着打扮 肯定不是本家子弟 最多是个门生 拿去做玩意 最适合不过了 即便是没了 也不怕世家来啰嗦 便道 哎呀 瞎说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随便你 教教你 说了算 绵绵心知 被吊上去 多半就是有去无回了 仓皇的逃窜 可他往哪里躲 哪里的人就散开一大片 魏无羡轻轻一动 立即被江城死死的拽住 绵绵发现 两个人窥然不动 连忙躲到了他们的身后 这两个人 正是金子轩与蓝旺基 上去准备绑人的温室家仆 见他们没有让开的意思喝道 别儿去 蓝旺基 漠然不应 见识不对 温巢警告道 你们处置干什么 听不懂人话呀 还想扮英雄救美啊 金子轩扬眉道 够了没有 让旁人给你做肉盾还不够 现在还要活人放血 给你当耳 魏无羡微微诧异 金子轩这丝 竟还有几分胆量 温巢指着他们道 你们这是要造反啊 我警告你们 我忍你们很久了 现在 立刻自己动手 把这丫头给我绑了 吊起来 否则你们两家带过来的人 都不用回去了 金子轩哼哼的冷笑 并不挪动 蓝旺基也是置若罔闻 镇定自若 一旁有一名 姑苏蓝氏的门声 听到温巢的威胁之词 一直在微微的发抖 此时终于忍不住 冲了上来 抓住绵绵 准备动手绑他 蓝旺基 没风一领 一掌拍出 将他击到了一边 虽然一句话也没说 可俯视那名门声的神情 不怒自威 姑苏蓝氏 有你这种门声 当真可耻 魏无羡对江城低声道 哎 蓝湛那个性子 要糟 江城也握紧了拳头 这个场面 恐怕是再也不能独善其身 妄想还能不流血了 温巢勃然大怒喝倒 烦了 杀 数名温氏门声 抽出明晃晃的 长剑朝蓝旺基 与金子轩杀去 那名画单手温朱流 副手站在温巢身后 一直没有动手 似乎是觉得 根本就不需要他出手 不过这倒也是 这两名少年 以少对多 还手无寸铁 本来就吃亏 加上这些日子 奔波劳顿 状态极差 蓝旺基 更是身负有伤 绝对撑不了多久 温巢看着属下 对着两人撕斗 催倒 对 这种人 该杀 一旁传来一个笑嘻嘻的声音道 是啊 这种仗势欺人 为非作歹之徒 通通该杀 不光要杀 还要斩其头颅 使万人唾骂 警醒后世 文言温巢猛地回头 你说什么 魏无羡惊讶道 你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好啊 账家是欺人 为非作歹之徒 通通该杀 不光要杀光 还要斩其头颅 遭万人唾骂 警醒后世 可听清楚了 温竹流听到这句话 若有所思 看了魏无羡一眼 温巢暴怒道 你你你 你竟敢说这种狗屁不通 大逆不道的狂言妄语 魏无羡先是扑的一弯嘴角 随即爆发出了一阵放肆的大笑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他抚着江城的肩 边笑边透不过气来道 口屁不通 打你不到 我看你才是吧 温巢 你知道刚才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肯定不知道吧 好 我告诉你 这正是你家开宗立祖的大大大名士温卯说的 你竟然骂你老祖宗的名言 狗屁不通 那你不到 哈哈哈哈 骂得好 骂得好 好极了 这些天来 温巢叫化他们时 还发放了一份温门精华录 密密麻麻抄着温氏历代的家主 和明氏的光辉世纪以及名言 人手一份 要求熟读背诵时刻铭记在心 魏无羡翻了两下就被恶心到了 连平淡无奇的口水话 也能被反复剖析各种生意 吹得天花乱坠 但温卯的这句话 因为十分仿刺 他却记得清清楚楚 温巢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魏无羡诱道 对了 辱骂温门名士是什么罪名啊 该怎么罚 我记得是 格杀无论对吧 嗯 很好 你可以去死了 温巢再也忍不住拔剑朝 他冲去 这一冲便冲出了温竹流的保护范围 温竹流一向只负责防备别人攻击 却不曾防备温巢的突然发难 竟来不及应付 而魏无羡故意击他 就是等着怒急失控的一刻 他嘴边笑容不检 出手如电 瞬息之间便夺剑反杀 一举将温巢制住 他一手擒着温巢 几个起落跃到深潭上的一座石岛 拉出了距离 另一手将温巢的剑抵在他的脖子上警告道 都别动 再动当心我给你们的温公子放放血 温巢撕心裂肺的叫了 别动 都别动 围攻蓝忘机和金子轩的门声 这才止住了攻击 魏无羡鹤道 画单手 你也别动 你们是知道温家家主的脾气的 你的主子在我手里 他只要流一滴血 这里的人包括你在内 一个都别想活 温竹刘果然收回了准备发难的手 见控制出了场面 魏无羡还在说话 忽然感觉整个地面颤了颤 他警惕地道 地动了 他们现在在地下洞穴里 若是地动 无论是堵住了入口还是活埋他们 都是极其可怕的事 江城却道 没有 可魏无羡却感觉地面晃得更厉害 剑锋抖动的好几次快割到温巢的喉咙 让他大声惨叫 江城木然大喝道 不是地动 是你脚下的东西在动 魏无羡也发觉了 不是地面在颤抖 而是他落足的那个石岛在颤抖 不断在颤 而且不断地上升上升 浮出水面的部分越来越多 他终于发现 这不是一座岛 而是潜伏沉睡在深潭中的一个庞然大物 是那只妖兽的贝壳 但是如果有一个庞然大物 这不是一庞而过的 但是我现在就再来 这一庞就会发现 对 那么 我现在就会发现 那就是